路德纪第一章 拿俄米和路德 在适时执政的时代 犹大发生了饥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从犹大的伯利恒 迁到摩押境内寄居 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 妻子叫拿俄米 两个儿子分别叫马伦和基莲 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 以法他人 他们来到摩押 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去世了 留下他和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俄尔巴 一个名叫路德 他们在那里住了大约十年后 马伦和基莲二人也相继去世 只剩下拿俄米 没有了丈夫 也没有了儿子 后来拿俄米在摩押 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 使他们五股丰登 就带着两个儿媳妇准备回故乡 他们离开所居住的地方 启程返回犹大 拿俄米对两个儿媳妇说 你们还是各回娘家去吧 愿耶和华恩贷你们 就好像你们恩贷死去的丈夫和我一样 愿耶和华是你们都有机会再嫁 找到好归宿 拿俄米说完了 就亲吻他们 他们都放声大哭 说 不 我们要跟你一起回你的家乡 拿俄米说 我的女儿啊 回娘家去吧 为什么要跟我去呢 难道我还能生儿子 做你们的丈夫吗 回去吧 我的女儿啊 走吧 我已经老了 不可能再嫁人了 就算我还有指望 今晚能再结婚生子 难道你们能一直不嫁 等到他们长大吗 不要这样 我的女儿啊 这样你们会很苦 我就更苦了 因为耶和华神手惩罚我 他们要放声大哭 阿尔巴就亲吻婆婆向她道别 然而路德却依依不舍 不肯离去 拿俄米说 你看 你嫂嫂已经回她家乡 和她拜的神明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嫂嫂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逼我 偏你而去 你往哪里去 我也要往哪里去 你住在哪里 我也要住在哪里 你的同胞 就是我的同胞 你的上帝 就是我的上帝 你死在哪里 我也死在哪里 葬在哪里 只有死 才能把我们分开 否则 愿耶和华 重重地惩罚我 拿俄米 见路德坚决要跟她走 就不再劝阻她了 于是 二人便一同回到伯利恒 他们进了伯利恒 全程惊动 妇女们问 这不是拿俄米吗 拿俄米对他们说 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 叫我马拉吧 因为全能者叫我过得好苦啊 我曾满满地离开这里 现在 耶和华却使我空空地回来 既然 耶和华叫我受苦 全能者使我遭遇不幸 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拿俄米带着他的儿媳妇 摩押女子路德 从摩押回到了伯利恒 那时正式开始收割大麦的季节 路德记第二章 路德遇见伯阿斯 拿俄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有个亲戚 名叫伯阿斯 是个有名望的财主 摩押女子路德 对拿俄米说 让我到田里去 跟在那些 愿意恩待我的人后面 捡些卖穗回来 拿俄米说 去吧 我的女儿 于是 路德便去了 他恰巧来到 以利米勒的亲戚 伯阿斯的田里 跟在收割的人后面 捡卖穗 但是伯阿斯 刚好从伯利恒来到田间 向那些收割的工人问安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伯阿斯问负责收割的工头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 工头回答说 她是摩押女子 跟拿俄米刚从摩押回来 她求我 让她跟在收割的人后面 捡工人扎捆时 遗落的卖穗 她一大早就来到这里 一直捡到现在 除了在凉棚里稍微坐了一会儿之外 几乎没有休息 伯阿斯对路德说 姑娘 听我说 你不用到别人的田里 去试卖穗了 也不必离开这里 只管留下来 跟我的女工在一起 你看我的工人 在哪一块田里收割 就跟着我的女工去 我已经吩咐工人 不可欺负你 要是你渴了 就去水罐那里 和工人打回来的水 路德就伏伏在地 叩咐她 说 我不过是个外族人 你为什么这样恩待我 提去我 伯阿斯说 自从你丈夫过世之后 你怎样善待婆婆 怎样离开父母和家乡 来到素不相识的人当中 我都听说了 愿耶和华 照你所行地奖赏你 你来投靠在 以色列的上帝 耶和华的翅膀下 愿他厚厚地赏赐你 路德说 我主啊 我真是在你面前蒙安 虽然我连你的婢女都不如 你还好言安慰我 吃饭的时候 伯阿斯对路德说 来 吃一点饼吧 可以蘸着醋吃 路德便坐在那些 收割工人旁边 伯阿斯 递给他一些烤好的麦穗 他吃饱了 还有剩余的 当他起来 又要去捡麦穗的时候 伯阿斯就吩咐他的工人说 你们要任由他捡 就算他在割下的麦子中 捡麦穗 你们也不要为难他 甚至要从麦捆中 抽一些出来 让他捡 不要责骂他 于是路德便在田间 继续捡麦穗 到了黄昏 他把捡到的麦穗打了 大约有13公斤大麦 他把捡来的麦子 带回城里 给婆婆拿米看 又把剩下来的食物给婆婆 婆婆问他 你今天在哪里拾麦穗 在哪里做工 愿那善待你的仁蒙福 他就告诉婆婆说 今天我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 那里工作 拿米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对活着的和过世的 都是那么有情有义 拿阿米又对路德说 这人是我们本族的人 是我们的一个近亲 摩押女子路德说 他还对我说 你可以跟在我的工人后面 捡卖穗 直到他们 把我的庄稼都收完为止 拿阿米对儿媳路德说 我的女儿啊 你就跟她的女工 一起到田里去 免得去别人的田里被欺负 因此 路德便常跟波阿斯的女工 在一起捡卖穗 直到大卖小卖 都收割完毕 路德就这样 陪伴婆婆过日子 路德记 第三章 路德卖场 见波阿斯 一天 路德的婆婆 拿阿米对她说 我的女儿啊 我实在 应该为你找个好归宿 使你生活幸福 波阿斯 不是我们的亲戚吗 而且 你有常与她的女工在一起 今天晚上 她会在卖场 拨打卖 你要梳洗打扮 抹上香膏 换紧衣服 然后去卖茶 但不要让她认出你是谁 等她吃饱喝足 躺下睡觉的时候 你看着她躺卧的地方 去掀开 盖在她脚上的背 躺在那里 到时 她必定会告诉你 该怎样做 路德说 好 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于是 路德就到卖场去 照她婆婆吩咐地去做 波阿斯吃过晚饭 心里舒畅 便躺在卖堆旁边睡着了 路德悄悄过去 掀起盖在她脚上的背 躺在她脚旁 到了半夜 波阿斯忽然惊醒 翻过身来 发现一个女子 躺在她的脚旁 便问道 你是谁 她答道 我是你的病女路德 请用你的衣巾遮盖我 因为你是我的近亲 波阿斯说 姑娘 愿耶和华赐付给你 因为你一直对婆家情深义重 现在更是如此 你本来可以找一个或穷或富的年轻丈夫 然而 你却没有这样做 姑娘 不要怕 你所说的一切 我都会去为你安排 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个闲得的女子 不错 我是你的近亲 可是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你今晚就留在这里 明天早上 如果他答应 尽亲属的义务 就由他照顾你 如果他不肯 我凭永活的耶和华骑士 我会尽我的本分 现在 你只管安心睡觉吧 路德就躺在波阿斯的脚旁 天未亮 还看不清人的时候 路德就起来了 因为波阿斯曾对他说 不可让别人知道 有女人来过这里 离开的时候 波阿斯对他说 把你的外衣拿来铺开 路德就照做了 他用路德的外衣 包了六波级大麦 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回城了 回到家中 婆婆问他 女儿啊 怎么样了 路德便将事情的经过 都告诉了婆婆 他又说 那个人 给了我六波级大麦 对我说 不要空手回去 见你婆婆 拿阿米说 女儿啊 你只管安静等候 看这事 怎样发展 因为 那人今天 不把事情办妥 是绝不会休息的 路德纪 第四章 波阿斯 取路德 波阿斯来到城门口 坐在那里 恰恰看见 他所说的那位知青经过 便招呼他说 某人啊 请过来坐一坐 那人便走过来坐下 波阿斯 又邀请了城里的十位长老 对他们说 请过来坐一坐 他们都坐下以后 波阿斯便对那位知青说 拿阿米从摩亚回来了 现在要卖我们族兄 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我想应该让你知道这件事 你最有权赎那块地 其次才是我 此外再没有别人了 如果你愿意赎回那块地 希望你当着在座 各位长老的面表明 如果不愿意 请你让我知道 那人说 我愿意赎 波阿斯说 那么 你从拿阿米手中 买地的那天 也要娶 以死之人的妻子 磨牙女子路德 好让死者 继续在产业上留名 那位知青说 那我就不能输了 免得损害到我的产业 你来输吧 我不能输 从前 在以色列 买书或交易 有这样的规矩 一旦成交 一方 要把鞋脱下来 交给另一方 以色列人 以此为成交的凭据 那位知青对波阿斯说 你自己买吧 他就把鞋子脱了下来 波阿斯向长老 和所有赛场的人说 请各位今天为我作证 所有属于 伊利米勒 鸡脸和马轮的产业 我都从拿阿米手上买了 同时 不要去马轮的遗双 磨牙女子路德为妻 好使死者 继续在产业上留名 免得她的名 在本族本乡中消失 今天 请各位作证 聚集在城门口的众人 和长老都说 我们愿意作证 愿意和华 是要进你家门的这女子 想建立 以色列家的 拉杰和利亚一样 愿你再以法她 加以兴隆 再不立衡 声名远播 愿意和华 借着这年轻女子 赐你后裔 使你家 像先祖犹大 和他妈的儿子 法勒斯家一样 这样 波阿斯便娶了路德为妻 与他同访 耶和华 使他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妇女们 对拿尔米说 耶和华 当受称索 因为今日 他赐给你一位至亲 使你后继友人 愿这孩子 在以色列 得享圣名 他必让你的生命 重新得利 奉养你 使你安度晚年 因为 他是爱你的儿媳妇所生的 有这儿媳妇 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 拿尔米 接过婴孩 抱在怀中 照顾他 邻居的妇女们 喊着说 拿尔米 有孩子了 他们给孩子 取名叫 俄贝德 这俄贝德 就是耶西的父亲 耶西 是大魏的父亲 以下 是法勒斯的家谱 法勒斯 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兰 兰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 生拿顺 拿顺 生撒门 撒门 生波阿斯 波阿斯 生俄贝德 俄贝德 生耶西 耶西 生大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